进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 拾取我们的路径了 绘制好了之后 同样的,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 要对它进行一个光滑组的取消 然后调整一下它与我们 框之间的大小 在这里来调整它的点 在顶翅图里面来摆放它的位置 在这里应该要左右的镜像一下 因为它已经凸出来这么长一部分 所以在里面的,我们到时候 会直接的再做另一种造型 这个只是它外面的这一圈走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单独来绘制里面的这一圈 对它进行一个几出 在这里的几出好像是120 之前我好像在CAD上看见过 嗯 再来看一下,应该不是120 应该是凸出墙面120 300 应该是300 它是1米2的一个长度 300 然后给它们同一种材质 在这里给材质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它的CAD上的标注 这个是我们餐厅的部分 木质线条 我们直接来给它一个木质线条的材质 然后之前我们说过 它还有一个灰色的镜面 在这里同样的 我们要绘制一个灰色的镜面 我们在做室内的时候 做的时候要不停的反复的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材质的名字 和它的一些造型 对它进行一个几出 在这里可以几出5毫米或者10毫米都可以 对它进行一个摆放 是灰色的玻璃 是灰色的玻璃 灰波 在这里更改它的透明度 可以改成30 然后附加一下 它就比较像半透明的这样一个东西 当然在这边 酒柜的背后肯定不是漏空的 所以我们要在后面 为它补一面墙体 或是一个木质的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为它来精心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30的一个厚度 或是10的一个 改到20的一个板 同样的给它更改为它的 木质的材质 绘制 绘制好了一个之后 我们可以现在将它成组 然后对它进行逐一的复制 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可以直接进行复制 在这里实列复制就可以 正面墙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就还插它的一个门 这个门到时候我们会直接调用 已有的模型 来进行摆放 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CED 我们就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至于它的吊顶和下面的踢脚线 我们待会会统一来进行绘制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下它的 这一个墙体 这个地方是它的玄关 我们将玄关的CED进行打开 取消隐藏 然后我们来绘制它的一个造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玄关处是有一个带拱形的 这样一个减欧式的造型 然后有一些线条搭建的隔板 然后有柜子 当时我们在CED上已经看到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仔细的看一下 下面有三个柜子 然后有线条搭建的隔板 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下绘制 同样的我们先来测绘一下它的这一个 线条的宽度 这个是50 我们同样的可以绘制一个50的 50乘20的一个标准框 然后在框里绘制一下它的一个剖面 同样的对外面的进行删除 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圆角 选中它的点 选中它的点 对点进行一些倒角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绘制一下它的轮廓 然后再来拾取剖面 绘制它的路径 这边同样的绘制一条路径 对它们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在这里需要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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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它来释取我们绘制好的剖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点没焊接上 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 同样的这边来调整一下点 炙灵建设 welche 需要订阅这个预防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颗毛 偷并存在那边 也有 Covid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位置有了之后 现在来摆放一下 它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说过它和旁边的墙体有一些重叠 所以在这里我们待会要做一些处理 还有它的一个厚度是直升到我们墙体的后面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将它的线提出来 再做后面的一块木板 我们可以原地的复制一个Ctrl加V 在这里直接点拷贝 将它的扫描命令进行删除 对它进行一个50的轮廓 应该是负的50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要测量一下它的一个厚度 350左右 350左右 同样的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ED上标的是什么材质 还是木质的线条 有了这一圈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墙体 待会我们要来绘制一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柜子的厚度刚刚做的好像有一点厚 我们往后退 在这里添加一个可编辑多边网格进行点的调整 因为在这里还有一面墙体 然后它刚刚还有一些 线条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的 用我们的矩形来进行绘制 我们直接来挤出 应该是在300左右 应该是在300左右 然后再为它贴一圈这个造型 在上面画一圈线 我们尽量的把它的造型做到丰富 用它来拾去一下 用它来拾去一下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的剖面进行一个镜像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的剖面进行一个镜像 我们可以通过立面来看一下它的造型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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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复制 然后复制 接下来下面还有柜子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绘制一个柜子 直接挤出它的厚度300 测量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之前绘制好的剖面 在这里可能不行 我们要重新来绘制 除了重新绘制之外 我们还有别的方法来可以制作 在这里我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最外面的这个矩形 和内侧的矩形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可以挤出一时 让它贴在我们的柜子的墙面上 我们现在将它们孤立出来 我们现在将它们孤立出来 对它进行一个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的添加 选中它的面 选中它最外面的这一圈面 在鼠标右键里面有一个插入 在这里点一下 输入一时看看和我们的大小是否一样 可能一点太大了 我们重新切换一个数字 可能在5左右就差不多 应该是在6左右 插入了之后 让它重新生成一个面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也是在我们Poly的鼠标右键里面有一个挤出 我们可以直接挤出一时 让它有一个进退关系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线条会比较明显一些 当然这个线条比较硬 我们在这里可以对它进行一次倒角的处理 选择它的边 在这里我们要切换到我们的顶视图 来进行边的选择 在边的选择上 我们要使用全选模式 这样可以避免选中我们不需要的